台式饶首选秀节目大嘻哈时代开播后 无论是网络的点阅或是收视率都非常抢眼 更特别吸引到35到49岁的男性族群 节目的亮点包括15岁的参赛者只是个国中生 但是表演魅力让评审大为惊艳 就连警戒之光的远景也来挑战 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一出场就瞬间抓住众人目光 很难想象自信爆棚的他纪念才15岁 还是位国中生 饶首节目开播两集 无论网络点阅或收视率双双表现亮眼 不是高手云基 参赛者的个人魅力也让评审印象深刻 我受不了 我想先讲 你有冠军箱 我很好奇一件事 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饶舍上面 早上上学 晚上看要写歌还是写功课 除此之外被警察耽误的他 也是节目一大亮点 我觉得现场表演 就是能量还是很重要 能量跟你的声音的pitch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一出来 就是就目前这几个选手来说 你的声音就是最穿的 不同领域 无论职业或身份 相同的是都有颗热爱梦想 追逐理想的心 每位参赛者勇敢上台 期盼透过饶舌 不只讲述一段自身故事 同时让更多人认识嘻哈文化 解决一听 十六名台北采访报导